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地下城露營 然後呢 這是我離線都可以獲得一些獎勵 然後這是 裝置 裡面的東西 欸 我一個東西可以開對不對 這個是 喔 花一萬塊就可以有神器工坊了 這很像是新改版的對不對 上次都沒有看到 然後我們看這個是什麼 喔 還多了這個合成系統 所以可以合成裝備就對了 所以我這樣就可以合成了 喔 原來是這樣子啊 這樣我就有神器的裝備了是不是 所以可以看我之前有的裝備都可以合成 然後還有一些戰鬥系的神器啊 或是魔法系的神器 哇 好多喔 這個神器還不錯欸 然後 我們看一下鏈金好了 啊不是不是不是 商店 欸 這邊是商店 啊 不是商店啊 鋼布奧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牽到一下 有了 就有怪到碎片了 然後 欸 對 然後我上次 上次得到這隻 然後呢 今天要教大家怎麼樣領取秘力 那點設定這邊 啊 我點錯 點設定這邊呢 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密令 剛播到密令呢 嗯 官方每天都會示範密令 那今天的密令是3 4 4 7 所以我們只要輸3 4 4 7 好 那就可以領到今天的密令了 欸 欸 領過了 今天也像沒有密令欸 嗯 對 好吧 沒關係 3 4 7 7 是昨天的 那今天也像還沒示範密令 那以後會示範密令 那以後會示範密令就可以直接這張領取了 接下來我們來挖 欸 有一個更新那種 這是更新的時間 好 那今天我來繼續來探險這一關 遺落的 欸 遺落的聖壇 那遺跡的靈魂 然後它有15層關卡 那今天就來打這一關 然後呢 這邊是我們可以帶的一些探險師傑還是神器 嗚!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神器是不是 那當然帶神器它有耐久度啦 就是 呃 只能用5次 對 然後用不夠就可以把它維修 看你要不要帶 那你可以把它 你可以把它坑收掉吧 欸 對 好 那我們進入探險吧 哇 這關好漂亮喔 欸 有一個矮人 哇 有新怪獸出現了 沒看過它 那這可是 哇 好多東西喔 哇 那這個是放入結晶啊 元素的聖壇 感覺很有趣欸 那這個是什麼 我們進入一下火焰洞窟 喔 我們用 我用的 喔 大家才發現我用的是一隻火箭士 感覺還蠻猛的 那這邊可以翻一些東西啊 然後 嗯 學徒 這關我要拿什麼 欸 對對對 要看一下它加什麼的 像是加魔法值 比較不好 那如果 加 我是覺得加血量的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等 有血量的裝備在嗎 那可以把全部打死 嗯 可以獲得更多的彈性點 那這邊我們裝置可以把它放進去 那它可以幹嘛 喔 就可以活著屬性提升了 哇 原來是這樣子 這樣你攻擊力就加1了 那有探險點的話 稱號要記得買 這邊 有個稱號有沒有 那這邊就要學習新稱號 這樣子 你看這個 這個它的稱號啊 每隻干部號的稱號 跟其他的 角色的干部號都不一樣 還蠻有趣的 對 那這邊它就是 呃 對 消到200 欸 那我現在可以 我們當然是選這個攻擊的 這一個 比較耐生命 看現在我血量就165滴囉 還蠻高的耶 好 那這一關其實有15層 你倒不死 這邊一樣可以放進這個 都把它們放進去 對 然後就可以獲得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 現在這邊我們得到地震樹 好 這邊是三樓 又 又結晶了 發動古箭樹 好 這邊一樣可以把它們都放進去 欸 有了嗎 有了 有了 那我們這邊一樣可以快速的把它們 這一關有一個很好心想是 它沒有就是自動會打人的東西 就是不是前一關都會亂打 有一個那個隱形角都會 來亂打你嗎 那這一關都沒有 那這一關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一關蠻好玩的 好 那我們進入下一關 哇 打不死 哇 打不死 這關我們可以把它打掉 好一樣可以把它放進去 那可以得到有些有時候可以得到不一樣的技能 欸 豬豬是什麼意思啊 喔 這邊可以看它們的 呃 角色的特性 像是受創石啊 還是燃銷石 然後呢 都可以看它的評論是什麼 還蠻有趣的 有玩家會評論它 對 好像是這一關我就開了兩個 兩個血量 喔 得到兩個血量啊 那當然你有結晶可以留著 那個 插入的結晶 這邊有沒有進入可以打一下 然後呢 一樣是可以放進去這個裡面 欸 我這結晶 放進去 欸 怎麼放不進去 欸 對 我們應該可以買一個新的東西了 現在這個直接加20 我們就買這個 好 欸 這邊還有一個 喔 兩個結晶 我們翻找 喔 好多東西 好 打這隻 喔 有了 然後我們再放進去解晶吧 還蠻多的 全部插進去看可以獲得什麼 喔 有東西了 YES 我們要獲得項鍊欸 這可以穿嗎 喔 有更好的裝備 那這個很多結晶就是 大家可以去收集一下這個瓊斯的日記 然後它有說要幾顆 要幾顆東西可以自己去組就對了 還蠻多的對不對 還有這個可以使用一下 所以結晶不一定要換 可以留著 然後慢慢收集 像是這一關就蠻多結晶這種東西的 只是這關的怪很好打 採機 結晶的天下 欸 有了 欸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先把它打死 好 或者要死了 接下來呢 這裡有一個是這什麼 喔 所以 所以我們可以換 應該我們要嘗試不一樣的 那我們要打開日記 像是三個橘色的 我們投放三個橘色的好了 一 二 三個土元素 好 那就有不一樣的記錄效果了 像是這個就是藍色的血 對 所以那個日記可以幫助我們去判斷 嗯 插入什麼 最好 像是如果你要補血的話你要怎麼插 然後插入什麼東西 OK 來 全部打死這些 插入 喔 好 那 這個相片 不是 這個整種可以收集要自己要的 基本上還不需要的 那這邊我比較缺血這樣 這個也可以加死死 這個也可以加生命耶 好猶豫喔 好吧 然後 這邊呢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插入什麼東西 綠色的 嗯 欸對 我們要換個東西插好了 三個藍色的好了 好像還沒插過 欸一 二 剛剛我們三個水元素 好 三個水元素可以獲得什麼呢 哇 原來三個水元素是血量 好 大家學到了吧 三個水元素是血量 然後 那今天我們的原素 欸不 我們的地下城物語就會玩到這裡 然後 下一次我們會繼續通關 4F的觀看 然後 今天930玩到這裡吧 然後 這邊是成號 欸對 400就可以收集下一個 好那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在影片下方點擊訂閱 然後可以收藏更多影片 那今天的地下城物語就到這裡唷 好 下城物語 還有 在影片下方 拍了 這樣